回到一八至一九赛季的NBA 历史的长河会记住哪些瞬间 那年夏天没有骑勇大战 多少人的记忆也随风飘散 KD没能抵挡住跟剑的伤 唐神也没来得及延续G6的疯狂 总冠军旗帜在北境飘扬 老钢炮实现梦想 小卡让整个城市维持疯狂 只留下库里那不甘的背影 黯然身上 那年东部没有勒布朗 巅峰之战皮球跌了四下才掉进南框 大地七哭了鼻子眼泪汪汪 利拉德超远绝杀几近疯狂 即便背景版的乔治常规赛无人能挡 明年苏达泛起玫瑰花香 五十分的螺丝让多少人热泪盈眶 皇帝身披紫金登场 五星勇士短暂合体亮相 那时候的舒豪还在NBA追逐梦想 哈登掀起一阵得分巨浪 单场十四季三分的克莱 竟是三年前的模样 绿军双子星还在成长 最后的雷霆卫少是那么让人难忘 终局之战的黑豹还在闪耀光芒 可奥拉迪波却倒在隐城的中央 埃顿成为状元郎 但你是否也曾经验于天赋一柄的卢卡和吹扬 那年我们见证了腰刀归翘龙王咆哮 老司机说了江湖再见 伟德的最后义务是那么圆满 很多人说数年之后当我们再提起这个赛季 历史只会记住王龙总冠军五个大字 但我相信即便时光冲淡了发生的一切 可总会有故事留在心间